跟科工集团研制的快舟一号 假固体运载火箭成功的完成了 商业首单的发射任务 而这就意味着太空发射运载成本的大幅度的降低 有专家就表示 随着中国商业发射空间信息应用服务等日益增多 普通人进入太空旅行 指日可待 Merry Christmas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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